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219年虎神坛 封印吃优的一个视频 那恭喜 曲护孔庙再下一城 又拿下了 一个虎战冠军 那吃优看见曲护都腻了 什么玩意儿,怎么又来了 对吧,又来了 又来了 这一连的话,曲护拿下 这冠军今年就拿下7个冠军了 是要比紫禁城多一个 目前还这种情况 就曲护7个 紫禁城6个 宝格3个 虎岛俩 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 其他服器今年没有入账 没有入账 其实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就是现在宝格跟虎岛 最起码是在冠军数量上 跟这两个服务器已经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今年 后半年的话 我看 有一个武神团的明星赛 有一个群雄逐渡的冠军赛 有一个超级联赛的比赛 三个比较大的赛事 三个冠军 还有两个月的武神探和一界的群星逐渡 也就是 还剩下六个冠军 还剩下六个冠军 这不太够分 因为别人也想染指一下 对吧 别人也想染指 再加上这四个服务器 又在前面挡着 其实最主要还是宝格这个方面 宝格很强 但在冠军 现在让人家直接拉开翻倍了 这个就比较难了 最后打决赛 曲护这边也是继续把自己的国标 寄出来 这把国标也是帮助曲护 在这一连拿下了两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那一个是决赛 咱就不说了 那决赛上国标 最后拿下冠军 另外一个就是在八经四的淘汰赛里边 被紫禁城极限大客 紫禁城是拿到一把龙镇的大客的 曲护 把紫禁城给拿下 紫禁城应该是 曲护 这一连武士团遇到的最强的对手 对吧 靠国标拿下了 然后就最后的决赛 又是靠国标拿下 再一次捍卫了他们国标之王的一个称号 又捍卫了 最后封印吃优 当然也是一把国标送进来 有一说一 打吃优 九离比大藤更厉害 那不用想 你大藤扫完了还得休息 那九禁城上去一顿乱砍就完了 上去一顿乱砍就完了 然后上个女儿武装冠双风体系 也不错 你也看得出来 其实曲护这边对于国标的一个热爱 很强 先把强梁压倒 再杀公公 今天祝容他又没上门 今年好像没有石油翻车的啊 去年有 今年没有了 因为他们这些福气只要不瞎玩 就不存在什么石油风不过的问题 现在啊 就形成了一个滚雪球 你就越拿冠军 老板越更新 越拿不到冠军呢 老板越是新回忆了 越感觉你更新有什么要 你就拿不了冠军 对吧 越拿冠军 老板开心 今天晚上一开心 说买个地厅玩玩 哎 打成了 那团队实力又强了 一把精轻 铁骨再保了一把 主要是念盘重生 现在以前说赤油 这个赤油厉害啊 是因为他念盘重生的比较厉害 现在有地厅了 念盘重生 跟闹着玩一样啊 因为念盘重生 他连体的嘛 连体的话 地厅只要一哈出去 没了 啊 这一回合就没了 所以说地厅 也是加速了这个赤油的生命力啊 现在就看着啥时候去改一下 这个月 二百一十九年 当时以为了二百年的时候有机会去改 没想到二百年他并没有动 因为对面这个赤油啊 他是一百年的时候改过来了 现在已经是二百一十九年 下个月二百二十年 二百二十年 有十年了 这是有 十年了 该换一换了吧 闪暴 大藤虾不在扫谁啊 选择了破血 先把如收杀掉 下一步直接杀天舞不就完了吗 对直接杀天舞 杀完天舞杀地厅 最后留下个舍比诗 后头不用管 一会他自己就把自己换走 这连三宫队的表现都不错 虽然最终肯定拿不了冠军 这个东西 目前来看这个事是很不现实 但是在正规赛里边三宫 最起码是可以赢好门的 对吧 偶尔赢赢 晚上吃顿饺子 一次也香 对吧 这跟剑桂已经不一样 啊 这不 这五神坛 隐隐 吃个饺子 就点醋 我后组一会儿 应该再舍 最后一次应该就没了 冠冠王这边一直压着两根 两个的血量 一边压着地僵 一边压着天舞 看看后头换谁 直接扫天舞 两刀带走 两刀带走 法莲 比较没死 三刀帮 三刀帮 我换到关掉光地府身上 嘿嘿嘿 这些加了一口血 换到地府身上 四刀带走 你还得越来 四刀带走 百刀带走 除了 两刀带走 伤差 虽然跳 一点封华 五刀双带走 六刀带走 六刀带走 五刀双带走 四刀带走 好土没了 好土没了 沙迪焦 沙迪 沙迪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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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迪焦